我們看140頁 講到這個 調府浴灘 斷浴灘 月浴灘 這個叫做禮 未換禮 就是說你在 浴灘是 煩惱的 一個總稱 你把灘愛斷掉了 基本上你就可以得解脫了 遇灘 涉灘 無涉灘 遇見眾生比較重要就是遇灘 你能夠超越 不再受 這個煩惱的影響 我們說過最主要的就是 你能夠覺察煩惱 你能夠控制煩惱 你能夠調府煩惱 最後能夠斷除煩惱 那麼 這個 你都如實之 起煩惱的時候知道起煩惱 那麼 心 在煩惱裡面 那麼知道在煩惱裡面 那麼在控制煩惱 調府煩惱的時候你都知道 所以 他說那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訓練呢 那麼基本上 就是 第一個就是如實之 如實之 如實之 基本上 一開始前面就是要所謂的正念正知 因為我們所知道的 其實都不如實 我們所知道的 通常都是 多數是我們自己想來的 並不是事實的 面貌 並不是 並不是 這件事情 這個人這個東西 人事物上 真實的 相貌 不是 多數是我們 多數是我們 煩惱妄想 那麼 想出來的 就好像華遠鏡講 你自己有一支筆 自己在那邊畫 畫到很高興 畫到很害怕 畫到很恐怖 都自己畫的 那麼你沒有就這件事情的 真實樣貌 去看 去觀察 他的真實樣貌是怎麼樣呢 是無常的 是無我的 那麼 那 到包括你起煩惱 煩惱也沒有真實 煩惱也是想出來的 煩惱也是 妄想 那麼不斷 不斷累積 創造出來的 所以你必須從這個地方 去把它認識清楚 好 那麼 他這裡主要在講 現在色 講到色離 然後後面就是 受想形式離 那受想形式就是我們說的心法 那其實色受想形式 是一樣的 只是說色法是四大所造 那麼心法呢 色法前面講 四大及四大 所造色 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這個是色法物質 那麼心法呢 心法怎麼來的 色法是四大及四大所造 所造而有的 心法呢 我們來看 有六受身 那首先從受想形式開始說 那其實 都是心法的 那 他只是跟你分析的比較細一點而已 好 我們的感受 就是說 我們會起煩惱 通常 跟我們 的感受 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就是受想形 受想形式 就是 就是說 我們整個心在運作的當下 他有幾種狀態 那麼 首先第一個 是所謂的感受 那麼這個感受 以佛法來講 最主要的就兩個而已 叫做苦受跟熱受 你會起煩惱 不外乎就是苦受跟熱受 苦受就起撐 熱受就起貪 就是這樣 那這個苦受跟熱受 怎麼來呢 好 他現在在跟你講這些事 所以說 佛法 他主要就是告訴你 生命的現象 為什麼生 為什麼死 為什麼在三界六道 那麼不同的生死 一直生死 生命現象的分析 第二種 就告訴你 這個生命現象 三界六道 這樣轉 那麼 他的因緣 他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的心 造業 所以你就必須在三界六道 苦樂苦樂生成 那麼 所以他進而一步的 跟你分析 身心的現象 氣是這樣 所以 很簡單 佛法就是 兩件事而已 一個對生命現象的分析 第二個就是對 身心現象的剖析 身是什麼 心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種新手 他從哪裡來的 你必須知道他從哪裡來 你才知道要從哪裡去制止他 從哪裡去反犯他 從哪裡去調伏他 從哪裡去斷除他 那其實他就是這樣 好 那先來看 什麼 心裡面 我們說 就是身心現象 那心裡面 把它講仔細 那麼基本上就是 受想行事 分成四個 當然後來 後來的部派 新 新手就分得多了 善惡無盡 分得很多了 就分得非常多了 到了部派 甚至把新手分到一百多個 那我們不用 我們就是 四個新手 受想行事 那受 他這裡講有六受生 那這種受又從哪裡來呢 從心對近來 心跟近 一般來講 我們講源起 就世間的現象 發生的原因 就是 種種現象的生起 那麼主要 主要 種種現象的生起 主要就是 身跟心 比如說 我肚子痛 我心也會 我肚子痛 我的心情也不好 我感冒頭痛 我的心也不好 身跟心 互相影響 身心反應 身就會造成心 的感受 本身自己的身體 跟別人沒關係 本身自己的身體 就會造成你自己心 苦受熱受 我知道 我很熱 吹到冷氣 很熱 很苦 現在吹冷氣很涼 很舒服 那 這一種心的 這一種心的變化 其實是由身體 的感受而來 那麼 第二種就是 心跟近 心跟近 吹到風那個是 已經是外界了 已經是外界 就是你自己比如說你自己本身肚子痛 那麼 頭痛 這一些 腰痛 那麼 這個跟外界 不一定有關係 但是 就是 跟你自己的身體有關係 身心互為影響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心跟近 互為影響 心 你這個心 面對所有的境界 那麼 眼耳鼻子的真理 就是我們的眼耳鼻子的真理 對色身相偽觸 那麼 產生影響 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聽到的 鼻子所聞到的 那麼 跟這個 身體所接觸到的 那麼 這一些 那麼 或好 或不好 可愛 不可愛 可意不可意 可悅不可悅 那麼 舒服不舒服 痛苦不痛苦 就造成你的心理 那一種 煩惱的涟漪 貪 撐 就不斷不斷的循環 那麼 越重的話 它的漩渦就越大 你不自覺的 你就隨著那個力量 轉進去了 你就一直在那邊轉 一直在那邊轉 轉到 如果力量太強 你習慣轉了 甚至你想要脫離的時候 都脫離不了 就是我們早上講的 我想要讓它停止 但是它停不了 我讓它不這麼想 但是它就沒辦法 它一直要這樣想 講得好像 講得好像 那個心不是你的一樣 但是確實就有這種情形 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就是 相續就有力量 不管是煩惱還是智慧 它只要長時間維持同樣一個狀態 它相續就有力量 也就是我們講的習慣 那麼所以我們 一個關鍵就是 你要調伏煩惱 你要先控制煩惱 讓它不轉那麼快 讓它的範圍不擴大 時間不相續 次數減少 那麼它就 慢慢慢慢 你有力量控制它 調伏它 再把它壓制下來 最後 可以 斷除它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你要先了解 它到底是怎麼一種運作 心到底都是怎麼一種反應 你因為不了解你自己的心 是怎麼變化的 所以你沒辦法控制你自己的心 要它怎麼變化 所以這裡基本上就是要讓你理解 這件事 先要 理解自己 到底 我都是怎麼起煩惱的 煩惱到底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都是 怎麼樣起煩惱的 我為什麼會起這種煩惱 先了解了 然後 才 那麼這種煩惱要怎麼解決 那我現在應該 第一步要先採取什麼步驟 那做到什麼程度 這個煩惱才算 究竟徹底的解決 去了解這一些 其實 佛法就了解這一些 那這個不外乎是 先由身心 現象 先掌控你了解 掌控你自己的身心 那麼藉由這一次 現在的身心 那麼掌控 掌控由這個身心而成的整個生命 的循環 生命的循環 好不好 不斷生死死生 就叫做輪迴 不管好不好 升到天上很好 在寒味還掉下來 就苦樂苦樂 到底都是怎麼形成的 所以 他主要就在告訴你 我們的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的身心 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對我們最好 在底下看 所以他告訴你 第一個 從心裡面來講 五運嘛 就五運嘛 社法已經講 一樣 其實後面的受想形式是一樣 但是 觀身跟觀心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 所以 這個 佛法裡面 經常就是 觀色 這樣這樣 觀受一樣 觀色無常 觀受想形式也是無常 但是也可以分開觀 就他的性質不一樣 做不同的觀法 也可以 都一樣這樣觀 比如說 你也可以觀 都是 夢幻泡影露殿 也可以 所以 那我們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什麼是受呢 有六壽生 六壽生 眼觸生受 耳鼻舌生意觸生受 世明受 如是受 如時之 好 所以如時之我們說 他重點是在培養什麼觀念 覺察的觀念 就是你的心要保持在 絕照的觀念上 那麼 佛法裡面 常常會說 急而不動 急而能造 那麼 造而能急 急就是不動 造就是清楚明白 你 你 心不隨煩惱動 而且能夠如實的了知 心 不隨著煩惱而動 不隨著境界生滅而生滅 而且 你 你必須怎麼樣 清楚的覺察他 不為他手動 然後 你不為動 不是你於吃無知的狀態 而是你清楚明白 又不為手動 這是你的心 是處在一種 絕照的狀態下 這個 我們的心之所以會動 不外乎 不外乎 眼耳鼻舌生意 對色身相會觸犯 產生什麼 產生執著 產生 產生懶著 因為 我們說過 因為無知 因為無力 所以 心 就隨著煩惱動 最初是因為無知 不知不覺 就隨著他動 就好像 這個人罵你 我們早上講過 這個人罵你 你不曉得 你不曉得 習慣的動作 你就 你馬上反應 為了保護自己 馬上反應 你罵回過他 他用三分力氣罵你 你用十分的力氣罵回他 他帶著一支刀砍向你 你拿著一支槍衝向他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為什麼 為了保護自己 但是你如果從事實上看 你 表面上在保護自己 實際上在傷害自己 為什麼 因為稱心是從你內在的心 發出來 他蘊藏在你的心裡面 產生反應 在你的心裡面 他終究影響你的心 這個 這個憤怒 這個稱恨 這個惡口 這個殺業 這個 這個傷害出來了 他形成月曆 回過頭來 還來傷害你 所以你真正 你被暫時的現象 守門閉 你本來要保護自己的 結果卻相反的做出 傷害自己的行為 就是這樣 所以 你基本上 這個就叫做無知 這個叫做無知 那麼一種就是 你知道這樣不好 但是因為你稱心的習慣 讓你無力去控制他 不知不覺 隨著習慣性 就好像 你跟著漩渦轉 你知道不能一直轉 你要出來 但是你沒力氣 沒力氣游出那個漩渦 所以我們早上講 你要怎麼樣 在沒有境界的時候 要訓練你的心 那麼境界來了 你不知不覺就照著他去了 所以你必得在沒有境界的時候 加強訓練你的心 境界一來的時候 你的心才有力量 你的心才有力量 你不隨著 你不隨著他轉 煩惱的速度就會減緩 煩惱的速度 心它是一種 一種力量 你不隨著他轉 或是你不加速他的轉 那麼就好像你煞車一樣 就算他不 他沒辦法停下來 他也會減緩他的衝力 那麼你一樣 你常常訓練自己 那麼所以 你控制的時候 其實就是 你在 踩煞車 或是 你在讓你 這個車 沒辦法 完全控制 可是 不要衝到其他地方 你會受傷害的地方 所以 你必須在沒有境界 沒有惡劣境界的時候 你要做訓練 所以我們 宋經 念佛 拜佛 拜燦 都是在 沒有相對強烈的境界下 訓練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有力量 以背 不死之外 在有境界的時候 我們 可以面對他 這個 這個孫子冰華裡面叫 勿是敵之不來 是 無由以待之 我隨時準備好訓練好 讓我心有力量 以對付 突然而來的境界 忽然生起的煩惱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 有空的時候 那麼要常常訓練這個心 讓他 安定 讓他 覺察 那麼 清晰 明確 清楚 明白 你的心 處在什麼狀態 好 所以他這裡講 言 什麼叫做六受身 那麼 眼處 深受 耳鼻舌 深意處深受 我們的受不外乎就是 感受就是從感官 感官 之所以有感受 有感受 之所以有感想 其實是 其實是這樣 所以 你 你的這個受 苦澀 漏壽 或者講多一點 苦澀 喜悠舌 那麼這些受 到底是怎麼興起的 興起 升起的 那麼 所以他告訴你 如是受 因為眼睛來的感受 因為耳朵 聽見聲音來的感受 因為眼睛看到 現象的感受 那麼 這一些 都是要做受 那麼你很清楚的知道 那麼 接下來受 疾 一樣 疾 就是他的原因 基本上 都是 因為有煩惱 煩惱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有苦 苦的原因是什麼 他升起了 你知道他升起了 他為什麼升起 就是說 起煩惱 你知道起煩惱了 接下來要問的是 這是一種什麼煩惱 什麼煩惱 因為眼睛 看到不如意的 現象 起煩惱 因為耳朵 聽到不如意的言語 起煩惱 接下來 你就要知道這個 然後呢 為什麼 我在執著什麼 我考驗什麼 我否定什麼 我貪愛什麼 那麼 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就是疾 那麼為什麼 會讓我這麼討厭這個人 為什麼 會讓我這麼喜歡這個人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受 疾 如實之 觸 疾 是受疾 如是受疾 如實之 好 這個講 觸疾 是受疾 我們知道這個觸 一根層似合合身處 六根 五蕊裡面 五蕊六根 那麼是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這個身心而已 那五蕊六根裡面 顏耳鼻舌生育 顏耳鼻舌生育 這個是根 這個是成 那麼再加上你心的分別就是視 六視 眼視 所以他這裡叫做眼視所生色 這個是耳視所生色 你要透過你心的認識 你的心 你的心 透過眼睛 認識到這個靜 他就叫做眼視 你的心 透過耳朵 認識到這個聲音 分別 分別 這個聲音 這個是好話 這個是不好話 這個是 安慰的話 這個是諷刺的話 你開始 透過 耳朵 心其實都是心的作用 透過耳朵眼耳鼻舌 透過眼耳鼻舌生育去認識 了解 那麼色身相畏觸法 那麼這個就叫做什麼 這個就叫做觸 就是心的最 心 心面對靜 最初的反應就叫做觸 所以根層是合合生觸 那麼這個根層是 好 就是說那我們的心受想形式是怎麼來的 這個受想形式是怎麼來的 受 然後開始有所謂的受 開始有所謂的這個開始有眼觸所生受 眼觸這個叫做觸 根層是合合生觸 觸 接下來就是什麼 受想 絲 觸 俱身受想絲 觸 跟受想絲是同時 存在的 就會有受想絲 受想絲就是受想形 因為行新手以絲 行新手以絲為主 省律決定動發 開始就什麼 有業 有行為 所以觸 俱身受想絲 根層是合合生觸 根層是合合生觸 觸 俱身受想絲 這個就是 五運 六觸 六觸 這個是六觸 六觸 這個觸是這個 那 這個加起來就是十二觸 內六觸 這個是外六觸 那加起來就是十二觸 不是這個觸 所以 他 藉由這個分析 為什麼要講這些事 他不過就是讓 你看清楚 所謂的心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 所謂的心到底是什麼 就受想絲嘛 受想絲嘛 就生跟心啊 五運就生跟心啊 五運 五運就是 色受想形式啊 這個就是色 這個是色法 然後受想形式 俱身受想絲 受想形 受想形式 認識 那麼這個就是五運 五運 它整個運作 它讓你知道 因為現在是煩惱 煩惱現在是苦的問題 你看喔現在是苦的問題 那麼苦從煩惱有 生死的苦 身心的苦 不外乎是這兩個嘛 生死的苦跟身心的苦 那麼從煩惱有 應該是從業有 這樣講 我們這樣講 因為佛法追根就底 那麼就來讓你知道 你要從哪裡 修行 從哪裡下手 苦從業有 業有煩惱有 煩惱是從無明有 無明基本上 就是不如時之 無明就是不如時之 不知善不知惡 不知業不知報 不知因不知果 不知緣起 不知緣起所生法 就不知很多 最重要的是不知無我 不知無常不知無我 所以他先讓你如時之 先有養成覺察的觀念 然後告訴你 你的煩惱到底都是怎麼生起來 煩惱 心到底都是怎麼 所謂的煩惱是心 心 的一種 比較 不好的 一個 一種運作 一種方式 心 比較 沒有智慧沒有慈悲 沒有慈悲 就是比較 比較不好的運作方式 現在我們要把他轉回來 先控制他 然後最後調伏他 然後斷除他 最後超越他 就像剛才講的 那麼你必須先知道 那煩惱是什麼 先知道煩惱是什麼 這心 所謂的煩惱心 煩惱就是煩惱心啊 煩惱心 是什麼 怎麼升起的 怎麼升起的 從這裡升起的 你知道了你才能夠控制業 那麼 不讓業相續 不讓心相續 重點就是相續 若一日到若七日 你起煩惱 起牆了 那麼 他轉得快的話 那麼你 你叫他停 他停不了 你叫他停停不了 所以你首先就是 不要讓那一種 不好的心 惡劣的心 會讓你受苦的心 造業的心 簡單講 就是不讓你的煩惱心 快速的運轉 你不能讓他不轉 但是 至少 不要讓他 快速 相續的 轉 所以 因為這樣 你比較可以 你比較可以調伏他 你先能控制他 你才能夠調伏他 讓他減少 讓他煩惱的時間減短 煩惱的次數減少 煩惱的程度減輕 那 重點是不要相續 相續就有力量 那麼越 因為煩惱相續 越也會相續 越相續容易怎麼樣 容易成熟 越相續就成熟 成熟就不得不受爆了 成熟就不得不受爆 不管是三月跟二月 成熟就會受爆 到受爆的時候 你就沒有力量 你就不得不受苦 你不得不受苦 那麼 這裡的時候 你能夠控制不到二月 你就可以 不受惡爆 因為你過去也會有一些惡月 這些惡月 等待成熟 那麼你現在 又有這個煩惱心 那麼再繼續到這個二月 過去的二月 就容易成熟 那麼一旦成熟 你要讓他不受爆 也沒辦法 所以 所以他告訴你 整個過程是怎麼樣的 關鍵處在哪裡 你必得要從這個地方下手 要從這個方面去努力 而且要努力到一個程度 你沒有努力到一個程度 你教經講的 像什麼 喘木取火 木頭都還沒熱啦 你手酸放棄啦 沒辦法 永遠燒不起來 你那個智慧火燒不起來 你那個煩惱心如如不動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必須透過不斷的訓練 我們剛才講 借控制煩惱 定調伏煩惱 因為煩惱 因為定為什麼可以調伏煩惱 因為我們現在 是欲戒眾生 我們多數的煩惱都從五慾而有 所以當你能夠 當你能夠離五慾 的時候 你的煩惱就不強 就算過去有很多煩惱 因為現在的煩惱都不跟五慾相約 所以他 心比較能夠清淨 叫做禮慾清淨 他是相對性的 他不是說完全清淨 但是因為他不受五慾的影響 所以 接下來他很可以掌控自己的心 所以禮五慾 氣五幹 其實就是這樣 慢慢慢慢他就可以怎麼樣 他就可以控制煩惱 斷除煩惱 那麼 把很多的煩惱都斷除了 你斷煩惱有很多啊 你出國斷三節也還沒超越煩惱 他斷三節 他還有其他的煩惱 所以他沒有超越煩惱 那把所有的煩惱都斷進了 就叫做什麼 超越煩惱 叫做越超越越苦 就前面早上講的 調腐欲攤 超越欲攤 你就可以 當你超越煩惱的時候 你就超越越 超越苦 因為過去的業就算有惡業 因為他不可能再成熟 所以他不會再受爆 我們過去也造了很多地獄業 但是自從你如實之之後 你控制自己的煩惱不去造地獄的業 不去造三惡道的業 就算過去累積了很多三惡道的業 因為你從你如實之 會控制自己的心之後 你絕對不讓自己的心 去造三惡道的業 所以過去雖然有三惡道的業 三惡道的業等待成熟 可是都等不到會成熟 因為這樣 所以你會不墮三惡道 所以經典才會講什麼 正見真上者 終不墮惡道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他的心 已經可以控制他的煩惱 不去造三惡道而已 這個就叫控制 那麼控制 所以 他叫做願離 他願離 他可以遠離 遠離三惡道 的心 控制 他不能不起煩惱 但是他可以控制 讓他的心 不會去造三惡道的業 所以 所以你單單 你訓練這個 你 就可以 不墮三惡道 所以你說 升到極樂世界 第一條 在極樂世界不會墮三惡道 為什麼 他二六時鐘 相訓 念佛念法 念生 你不要說去極樂世界 你就在你家裡訓練看看 一天 都 不念 貪嗔痴 你這一天 絕對不會造三惡道的業 對不對 那你每天都這樣 那你肯定不會多三惡道 還用講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最主要的就是 你知道 怎麼控制你的心 你有力量控制你的心 你說沒有 一種就是無力 我想控制 但 我的心 自然而然會這樣 那個就是 他已經有那一種業力 有那種習慣 所以你必須在沒有境界 有境界的時候 有境界的時候 你對看不了他 這個時候你就要有警覺性 我必須在沒有境界的時候 訓練我的心 就好像你跟人家打架 我只是舉例啦 你跟人家打架 打輸人家 跟人家爭吵 打輸人家了 你必得回來 練體格訓練 訓練你怎麼打架打贏人家 但是我們不是說要跟人家打架 我們要跟煩惱打架 所以境界來的時候 你發現你打不了人家 你必須要怎麼樣 回來訓練 你不是在打架的時候訓練 在打架的時候訓練 你打不贏人家 你會被打死啊 打傷啊 所以你必須要等待 這個境界 因為這個惡人沒出現的時候 那麼你趕快回來訓練身體 每次都打輸 每次要加強訓練 訓練到 有一天你打贏他 你從此不再怕他 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要常常參加共修 常常要自修共修 為什麼 訓練你的心而已嘛 訓練你的心 可以抵抗煩惱 可以控制煩惱 可以調 讓你的心有力量 借 讓你的 借保護你的心 不受煩惱 嚴重的傷害 定 讓你的心有力量 可以對抗煩惱的傷害 會 讓你的心充滿力量 可以 直接消滅煩惱 其實就是這樣啊 可是 不管你怎麼修 用什麼方式修 念佛 拜佛 持坐 拜燦 不管什麼方式 你都要觀察 我這樣修行之後 我的心有沒有 比較有力量 有啦 罵人比較有力量 那這樣就不行 所以你要 我的心的力量 展現在什麼時候 展現在境界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可以控制我的心 那麼我實實清楚 覺察我的心 那麼這個你就 邁向 成佛之道 邁向 解脫之道 其實是 這樣 那 我們在往這邊看 祖 祖 所以他這裡講 祖極及受極 那麼 那麼 因為這個 祖 生起啦 受就生起 不但 觸極及受極 那麼 想 師都是這樣 好 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 不承諾 不承諾 不叫做繁夫 就是 你只要是繁夫 你就會有一種現象 心會有煩惱 那麼 那麼 心煩惱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執著這個境界 我執著這個人講這句話不對 對 那麼 你 你 罵我沒關係 但是 你不可以講 沒品沒句的話來罵我 這個我不能接受 還是煩惱 你的煩惱是有前提的 你只能夠 你只能夠話講到這邊 超過這邊我就要起煩惱了 超過這裡我不起煩惱 誰要講什麼話不是你控制的 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什麼 你的心要不要起煩惱 你不能控制誰 讓不讓你起煩惱 那這個是沒辦法的 所以你如果設定在 你設定在 什麼事 我會起煩惱 什麼事 我不會起煩惱 那你肯定要常常起煩惱 那你常常起煩惱 最終傷害的是你自己 所以因為 你起煩惱的心 當下就苦 這個煩惱如果不去除 它會長期住在裡面 它會長期住在裡面 下一次 下一次 同樣的境界起來 那麼那個煩惱會自然去相應 那麼就會加重 次數多了 煩惱起來的速度就會加快 一定是這樣 那個苦就會加重 那麼你的反應就會更加激烈 造業的程度 就會加重 未來你受苦的程度也會加重 他不過就是跟你分析這些道理而已啦 那這個真的就是我們日常生活 的一個運作啊 真的就是這樣啊 你好好想 我們最喜歡講道理 真的 可是通常講著講著 自己都在煩惱裡面 你的煩惱勾引我的煩惱 我的煩惱又相應你的煩惱 所以煩惱跟煩惱相應 那麼如果智慧 他就不跟煩惱相應 所以 佛法把這個叫做什麼處 無明相應處 無明相應啊 那麼如果不起煩惱呢 明相應處 其實就是這樣啊 就是你的心 是跟明 如實之的跟不如實之的差很多 如實之 如實見 啊 那麼 所以 我們往底下看 這裡講到 慰 之後就有所謂的慰我們剛剛講 極滅慰患禮 慰 慰 禮 那麼你知道你起煩惱啦 他這裡只是告訴你 你起煩惱到底都是怎麼起的 你你的心到底都安住在哪裡 通常都安住在煩惱你 金鋼精 虛布提第一句問的 善男子善女人 你怎麼樣讓你的心安住 心大部分都是在煩惱里面 在煩惱里面 劳動 劳動 那 所以他告訴你要不住射身相畏觸法 就是這樣啊 你的心 你的心 柱是甚麼 執著 慰著啦 執著這個煩惱 那麼受 你看受疾 觸疾 那麼受慰 那麼這個都是從 原 他講 原六位 受慰 色受 想形式 受是苦 色 若受 苦受 若受 那麼受 這個叫做受慰 就是你 你執著上這個 這個 因為眼耳鼻舌生意 六受就是眼觸所生受 耳觸所生受 因為眼睛看到現象 產生的感受 那麼 生起甚麼 生起喜樂 那麼境界不對就生起稱恨 那這個叫做受慰 就是你慰著在這個受 苦受 熱受裡面 你因為苦 所以你很恨這個人 你因為苦 所以你非常的恨這個人 你因為熱 所以你非常的貪戀這個人 基本上 這個就是受慰 那麼 你有煩惱 簡單講 這個講的都比較 自視 就是說 沿著鼻子生意 受慰如此之 遠處 遠處 疾 如是受疾 如是之 那我們如果不仔細 去想想跟我們的身心的關係 我們很容易這樣練過去 沒有 不會怎麼樣 就好像跟我們沒關係一樣 不是 他只是在描述 描述你的身心 整個運作 身心是一個工廠 他有一個流水線 第一條是這個 然後接來這個 然後這個 然後整個過程 一件成品完成 你一個頁出來 開始是怎麼製造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一條流水線過去 那麼他跟你分析這個東西 分析這個東西幹什麼 讓你知道 如果有錯 是在哪一個環節出錯 要從哪一個環節改進 要在哪一個環節注意 假設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功能 這個螺絲 鎖得不好啦 那麼 鎖螺絲的那個有問題 要去找那個 叫他改進 但是 這條生命的流水線 每一個工 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所以你必須在哪一個 工法上出錯 哪一個環節上出錯 你要從哪一個地方去下手 所以 你看 如果我們這樣念過去 真的我們也不曉得在講什麼 或是知道了 也不曉得怎麼操作 那實際上他就是這樣而已 他 他也沒那麼困難 所以元六壽 生喜樂 是名受慰 慰就是慰著 貪愛 貪戀 因為這裡叫我們貪愛 如是受慰 如是之 如果你有貪愛的心 因為 因為這個受 苦受熱受 你沉浸在苦受熱受裡面了 那麼你要很快的察覺 你要非常快的察覺 你沉浸在裡面 你會不由自主的怎麼樣 因苦而苦 那麼因熱而苦 就自然會這樣 熱你會想 沉浸在裡面 為著想 你會去想那個熱 那個感受 那個感受 讓你不斷的想在 重複重複 那個苦受 讓你不斷的想起 撐恨起撐恨 我們說 提伯達都有一個朋友 叫徐家里 那麼他因為常常毀謀 舍利佛跟穆建年 墮了蓮花地獄 大蓮花地獄 好 那麼 穆建年 這個是記載在正義阿涵的 那穆建年 知道這個 穆建年知道這個 屈家里墮入地獄了 就跟佛陀講 我想要去地獄 渡化屈家里 佛陀就跟他講 你不要去 那穆建年因為 因為雖然他常常毀謀他 但是他已經正阿羅安了 他沒有關係啊 他就覺得 我跟他過去可能有惡言 還是怎麼樣 但是 終究他是因為毀謀我入地獄的嘛 毀謀舍利佛目建年 常常說舍利佛目建年 有裕心啊 不清淨啊 有不清淨的行為怎樣怎樣 佛陀知道他已經業要成熟了 佛陀知道他業要成熟了 他再繼續毀謀下去 他就要墮地獄了 因為他的業相已經很明顯 你相續就會成熟啊 佛陀在他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趕緊去告訴他喔 你不要再毀謀舍利佛目建年了 你再這樣做下去 你會受很長 很長遠的痛苦 就是都到第一去啦 未來你會長遠受苦 你不要再毀謀了 趕快停止 你不停止 要相續嘛 相續業一旦成熟 第一的業成熟 神仙都救不了 所以 佛陀在他知道要 知道他這個業已經快成熟了 趕快去制止他 你不要再繼續造這個業下去了 因為他毀謀的是舍利佛目建年 而且不是一次兩次 相續的煩惱 相續的惡業 不斷不斷的運作 佛陀知道 他再下去就會墮地 所以趕緊去跟他說 他說 他來找佛 佛趕緊跟他說 說你不要再毀謀 舍利佛目建年 這樣會讓你 受很長遠的苦 他不停 他說 佛陀跟他講 舍利佛目建年 不是你講的那個樣子 舍利佛目建年是親近的 是值得贊叹的 他說不是 佛陀不知道 你被他騙了 他們兩個不是這樣子的 反正就是這樣 佛陀看沒有辦法制止他 因為你講越多次 他就惡心起的越多次 你越叫他不要講 他講的越厲害 所以佛陀就不講了 因為你越贊叹 那兩個好 他就更生氣 越說他們兩個不好 本來要制止他的 後來越講越多 後來就佛陀不講了 你看我們也是這樣 比如說你在罵那個人的時候 有人來調解 那個人不是這樣 什麼不是這樣 你開始越講越厲害 我們也都是這樣 所以不要跟那個學 你要知道這個故事 我們就說 我們已經走到他的路了 要趕快控制 他好不好是他的事 問題是 我會因他好或不好 要知道 覺察很重要 好 那麼這個 屈家裡 佛陀就跟他說 難道你不 佛陀就跟他說 難道你不相信我的話嗎 我說舍利佛目見人是親近的 你不要再毀謹他 你會多 受苦啦 他沒有跟他講 就是類似像 做道地獄受苦 他說我是相信佛陀的 我當然不會懷疑佛陀 但是 我相信佛陀 不代表我會相信 舍利佛目見人 因為你可能被他們兩個騙了 對不對 以一下 那麼 所以 後來佛陀就不講了 結果沒有多久回去 真的 因為他不斷造作嘛 回去再講 人就是這樣嘛 他回去又跟他講 我今天去見佛陀 佛陀跟我講 就說我毀謹 舍利佛目見人 什麼我毀謹他們 他們真的是怎樣怎樣 OK講 你看我們也是這樣 對不對 然後 然後這個 沒有多久 隔沒有幾天 他就開始身上 長那個 蔥 蔥 開始爛掉 然後就死了 沒有幾天就死了 就跺到死去哪裡 到地獄去 佛陀說 他們兩個跺地獄去了 有很多天人來報啊 他們兩個跺地獄去了 好 那目見人聽到了 他就在想 哎呀 這兩個人真可憐 那 因為我 跺了地獄嘛 他就想跟佛陀講 跟佛陀報告 世尊啊 我想去地獄 教化他們 就是 最少讓他們懺悔嘛 對不對 他們一旦有懺悔心 雖然跺地獄 比較早出地獄嘛 也不會那麼苦嘛 比較早日出地獄嘛 佛陀說你不要去 目見人說 可是我想去 因為我想幫助他 他雖然會幫他 要幫助他 阿羅漢是不會忌恨的 阿羅漢沒有煩惱 他不會忌恨 那麼 佛陀看這個 目見人那麼好心啊 那 也控 也制止不了 他就去了 目見人自己就到地獄 一地獄 他會先觀察 他在哪一個地獄 去了之後 他現在空中 這個 齊佳黎 一開始還不太認識 後來他說 他知道這個是目見人 習慣上 他看見目見人 目見人還沒講話 齊佳黎就怎麼樣 就生氣了 因為習慣 你看習慣 就生氣了 他說 我因為你 我會下地獄 都是因為你害我的 你看我們都是這樣 他害他的嗎 沒有你自己毀謹的啊 我也沒叫你毀謹我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會這樣喔 我們會把自己受苦 赖到別人身上 都是你害我的 以後我們受苦也會這樣 都是你害我的 不是 都是你自己害自己的 真的你好好想 然後又更不甘願喔 他更不甘願 他更不甘願 那麼 他說我 我已經因為你 他不曉得 他是自己 不聽佛的話 然後自己 不如實之 而下地獄的 並不是目見人讓他下地獄的 但是他把這個連結起來了 因為我毀謹你 我下地獄 那不是你害我嗎 你看 你要人習慣這樣想 沒有如實之 那個心沒有 沒有 沒有清楚 他也是佛弟子呢 他也是佛弟子呢 也聽佛法呢 他聽的阿含經比我們還要蠢呢 還是佛陀親口說的呢 你好好想 但是怎麼樣 也沒有作用啊 所以 你聽的佛法如果對你的心 沒有產生作用 那就像你帶的念珠 每一顆念珠都是城鄉 頂級的城鄉 一串念珠 有五百萬 那又怎麼樣 煩惱起來了 念珠 可以讓你 念珠是幫助你正念的 念珠是幫助你正念 念佛念法念生的 至少念佛 可是 你的念珠沒有辦法 讓你提起正念 你那個念珠有什麼用 沒用啊 所以 他看到 牧劍 他看到牧劍年 馬上 都是你害我下地獄的 你現在 我已經 因為你到地獄來受苦的 你現在又要到地獄來折磨我是嗎 那他這麼講呢 你 你現在又要來地獄來害我 牧劍年一聽 不能在這裡了 等一下他越來越生氣 苦就越重 因為他生氣的時候開始 開始那個苦又加重 趕快又離開了 你看我們也這樣 我發現 有時候也會這樣 這兩個人吵架 我 這個是我親眼見過的 這兩個人他在吵架 然後吵一吵吵一吵 本來沒有那麼不好 後來吵架吵架 吵一吵吵很生氣 然後走路滑倒了 跌倒了啦 那個人趕快去把他扶起來 他趕快把他推開 而且打他 你要幹什麼 他以為又要去踹他一腳 不是啊 我就扶你起來而已 他就很生氣 你看 好啊那個人 趕快又把他放開 他又跌倒 哇你看 他又更生氣 你看 那這種事 其實常常發生在我們身上啊 發生在我們的周圍啊 你看 為什麼 沒有訓練過 不過如實之啊 不知道你的心 到底都是怎麼轉的啊 其實這個是 我們看得到的 這個經所講的東西 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上 看得到 觀察自己的心 觀察別人的心 都是這樣受痛苦的 你好好想都是這樣子的 那現在是 我們理解了這個經 讀了這個經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訓練我們的 覺察能力 控制煩惱的能力 調伏煩惱的能力 最後能夠斷除它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告訴你 煩惱到底是怎麼來的 色受想行事 是怎麼來的 從眼耳鼻舌的真意 對色身相會處罷 起 不如實的 思維 不如理的思維 因為 因為不如實之 起不如理的思維 所以 就有 不正當 不正確的 作為 行為嘛 然後 這一些 就會導致你 不斷不斷的 造業受苦 因為苦又起煩惱 因為煩惱又造業 因為造業又受苦 獲業苦 生死流轉的根本原因 就在這裡 佛陀講緣起 無明行事 明色六路 促受愛 取有 生老病死又被苦惱 其實就是講這個 其實就講這個啊 你的生命的苦到底怎麼來的 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他的癥結在哪裡 他的關鍵在哪裡 我們現在修行下手處在哪裡 他跟你講這個 先下課